台灣股市最近呈現下跌趨勢 富貴50指數成分股 是貴美市場中 體質優良 且市值規模最大的前50檔上桂公司 從數據來看 富貴50指數 雖然今年以來跌幅超過三成 公司營收卻是持續成長 以富貴50指數的50家成分公司來看 今年的一到十月的營業收入 累計較去年的同期增加了13% 我們是希望說投資人 可以將我們富貴50的ETF 納為投資的一個參考跟標的 配合第三季財報出爐 貴美中心規劃一系列多樣主題的業績發表會 22號由富貴50接棒 公司對於未來成長都保持樂觀態度 未來的成長 還是聚焦在我們專業的領域 在半導體科技 無城市 高階無城市 還有水企劃工程 還有民生產業 包括商辦 數據中心 生技醫療產業 其實就2019年的一個展望來看 我們依舊會在島現在這一塊領域 有一些成長 那無論是在車用還是工業用這邊 業績發表會 讓投資人可以與多家公司的高階主管 進行提問溝通 了解公司營運績效 以及對未來產業前景看法 廣受投資人好評 記者河南強賴君台北採訪報導 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只有你自己可以幫自己